蘇貞昌人權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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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歌成績樂作好 樂生重建要做好 首先第一題檢查題是 我們這邊有一個法條叫做 我唸給大家聽 第一條 對因隔離治療政策導致社會排除 身心遮瑟痛苦之汗生病病患 給予服務及補償 並保障其醫療及安養權益 特制定等條例 這一個立法一指是哪一個法律呢 這個我相信蘇貞昌院長一定知道 所以我們幫他複習 那因為他今天沒有作答 我們甚至會洩題給他 希望他接下來呢 能夠真的依照這個答案去 回應樂生院的爭議 那這題的答案很簡單 就是呢 汗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 也是因為這個條例呢 現在樂生院才有經費重建 第八條說要蓋這個園區 然後呢第一條的立法一指 非常的明確 就是為了要讓身心照射痛苦 因為過去強制的隔離的政策造成傷害的這些人 得到撫慮 並且呢要保障他們的醫療跟安養權益 然而我們看到現在的陸橋 懸空陸橋 卻是完全的違背這些的要求 所以我們再次提醒我們的蘇貞軍 蘇貞昌院長 以及也有承諾呢 要讓樂生保留下來 以及大平台方案列入長期口糧的 衛福部部長陳時中 記得我們的法源依據 是這個 汗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 最主要是樂生院門口的降空陸橋 沒有經過環評 我們院民也不知情之下就施工了 這座橋不適合我們院民使用 因為病人都平均年齡都八十幾歲了 而且手腳都嚴重的殘缺 怎麼去操作電梯呢 這個疾病無名化 給去除了 並且徵回了樂生院真實的名字 也為自己的家園 就是很努力的保留下來 這些努力其實是行政機關應該看見的 而不是呢 而不是呢 就是用一個假的人權園區 就好像洗白了過去的錯誤一樣 如果政府真的要承認錯誤 如果國家真的要賠償這些人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的坐下來 跟樂生院門現在真誠的協商溝通 好好的停工 停工就是這個真誠協商的第一步 讓陸橋停工 然後坐下來跟院民實質溝通 好好的 Agricultural